各位旅行者 大家好 我是你们熟悉的老朋友 大伟哥 今天我跟我们 FAST现场同学说 我想过来看一下 我悄悄地来 悄悄地走 但是我来到现场的时候 看到各位旅行者 还是忍不住 想把我们的 NATA前瞻直播看完 然后 所以我悄悄地 在直播开始之前 我悄悄地走进了 我们的这个主舞台 坐在了最后面的那个角落 然后我跟各位旅行者一起 看到我们5.0 NATA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然后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话 在我们前瞻的最后 我已经都讲完了 在 过去的这一年 其实不管是原型项目组 还是我其实都经历过焦虑和迷茫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感觉 经历了很多特别艰难的时刻 我们确实听到了很多的声音 有的声音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尖锐 然后把我们整个原神 和原神项目组 都贬得一无是处 还有很多人说 觉得我们项目组非常傲慢 听不进大家的声音 但就像极客讲的 其实我们跟大家一样 我们也是玩家 大家感受到的事情 我们也在感受 只是对于我们来讲呢 我们听到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需要沉下心来 去弄清楚 到底哪些 是来自各位旅行者 真实的声音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我们整个项目组 和我都特别迷茫的时候 我们决定回归 回到最初的地方 我们在2019年 开始原神这个项目的时候 也曾经历过这样的 很难的时刻 是什么支撑 当我们走到现在呢 是在场和不在场的 所有的旅行者 有很多旅行者 在一开始就去支持我们 我们也是因为 听了很多大家的声音 才走到了今天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在我们不知道 未来应该怎么走的时候 我跟项目组的所有同学 决定开始去走向 我们最亲爱的 全球的旅行者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去了我这一辈子 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城市 有中国的 也有全球的 我们就跟很多的旅行者 我跟一个一个的旅行者 去交流的时候 很可爱 因为我是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的 有一次我在 我印象中有一次 我在湖北襄阳的时候 遇到一个旅行者 他在电梯的时候 就说你是不是大伟哥 然后我们说你认错人了 然后我们团队同学 忽悠了半天 告诉他你认错人了 然后我们坐下去 跟他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 他跟我们分享了 他和他的女朋友 怎么在疫情期间 一起玩原神的故事 我听完他们的故事 这一路上我听了 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 包括有的同学 有的旅行者 是怎么开始玩原神的 也是在疫情期间 宿舍的同学 摁着他头开始玩的 我听了很多很多 这样的声音 感受到大家 对原神的热爱 也感受到大家 经历了很多的痛点 和大家今天 为什么觉得 为什么觉得 甚至有的同学 已经很久没有再 来过提瓦特道路了 所以我听了他们的声音 我们一个一个听过去之后 这些旅行者的声音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所以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 我跟整个项目组 我们开了很多很多的会 一轮一轮的会开下去 就我们达成一个共识 只要对于原神来讲 只有对旅行者的陪伴 是唯一不能改变的 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改变 所以今天 大家在那场直播 看到我们做了很多改变 不管是游戏内容的 还是福利项的 还是各种优化 我们觉得只要旅行者 开心就好 我们什么都可以变 因为如果连旅行者 都不喜欢原神 那我们做的所有事情 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所以其实今年上半年 跟很多很多的旅行者 交流了之后 我们自己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们自己也觉得 有了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所以今天 在我们前站直播最后的时候 我站在那个角落 看着所有的旅行者 我还是非常不争气的 流眼泪了 我希望 立项做原神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陪伴着旅行者 踏遍提瓦特的各个天地 我知道未来我们还会有 做到不好的地方 我也知道我们到今天为止 还不能完全符合旅行者的期待 但是不管是我也好 还是我们项目组也好 经历了过去一年的焦虑和迷茫 我想我们从各位旅行者身上 已经收过了足够多的勇气和信心 所以从今天开始 从我离开这个舞台 我们希望整个原神项目组 也包括整个原神的旅行者 我们能够轻装上阵 我们能够抛下过去的包袱 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地 去为旅行者创造最好的体验 所以在今天Fest的最后 我还是想跟现场的所有的旅行者 一起喊一下 旅行者们纳塔剑 我来说旅行者们 大家说纳塔剑可以吗 好 旅行者们 纳塔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纳塔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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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